上個星期六 台北市新議區立委的初選 徐曉鑫小贏 废宏泰大概51點多比48點多了 其實贏的並不多了 比較意外的是黨員投票 徐曉鑫居然贏废宏泰一票 黨員投票大家都認為 徐曉鑫開始也反對黨員投票 認為黨員投票他不會有 結果沒想到黨員他也多一票 他勝出以後立刻去向徐曉鑫 說炸領出席費 徐曉鑫就罵他是混淆視聽 而且他說他要告他 說是薪水小偷 他把他的這個日期都寫出來的 意思就是說他大會沒來 然後可能還領薪水 意思是這樣 徐曉鑫就酸說 你當了四年議員 還不懂議會的程序嗎 那徐曉鑫說批評徐曉鑫是 邏輯死亡 已經委員提起 費鑫他當書記長的時候 打的那個頭破血流 還到醫院去逢 逢很緊張 他當總召的時候 是我們中也到 我那時候是外交國防的召委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鄭麗文是他的書記長 那時候我們好幾次嚴重的衝突 然後甚至在之前的衝突裡面 他甚至還剝離刮傷的手 我記得有一段好長的時間 他是戴著這個繃帶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跟民進黨 在法案的對抗上面 幾乎是完全沒有妥協 當然民進黨也要負最大的責任 沒有給我們任何的空間 但是我們也因為這樣 所以在那個時候對抗性張力 其實是非常高的 所以說費老沒有戰鬥力 我真的是就我 他應該把這道做個影片 他也沒有做對不對 他不想引起 其實不是他沒有戰力 是方形態跟方式 因為許巧新就是網路 世代長出來的人 所以他處理那種網路的問題 實在是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是費委員確實是資深的前輩 那他不熟悉那個網路語言 我覺得這是他真正吃虧地方 並不是他沒有戰鬥力 他真的也是藍營的悍將 在立法院其實我跟費宏泰還不錯 因為他是一個很資深的前輩 那也常會跟我們講一些這些 因為第一年我在財政委員會 所以我們都很早去簽名 六年半就要簽到 所以他很多前輩都六年半就簽 所以他慢慢我也都跟著他 六年半就這樣 然後六年半到八點 有時候他就坐在那裡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跟他們幾個 國民黨的 費宏泰 然後那個賴士堡 還有林德福 三個都會坐在那裡聊天 那就討論一下 今天的財政委員會的一些議題 所以有時候他們也會教我一些 我就覺得這個惠宏泰 其實我還蠻尊敬他的 所以在這個兩個初選的過程當中 其實第一個 我是覺得說國民黨 是不是已經有開始進化 進步了 這些年輕的這些議員 這些民意代表 開始會去想要爭取這個支持 所以開始用比較年輕的方式去 去做這樣一個初選 當然我也是 我覺得是跟他鼓勵的 而且巧欣他都是年輕人的支持者 可能跟我們民眾黨 也是比較overlap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